这不是我们最近在体验生活的花大小姐吗 她一个晚上跟三个男人鬼婚 还好意思来她未婚夫陈锦然的欢迎宴会啊 也许人家个玩个的 谁知道啊 你现在可是我们圈子里的红人啊 大家都羡慕你宴福不浅 自费学习 为将来宣祝老公做准备 看你这么努力 前门几个渴望沉默吉呢 莎莎 那你真是太谦虚了 我知道 你一直都暗恋我哥 几次投怀送抱 人肉快递上门都被拒之门外 我特别佩服你这种 拼搏精神 就怪我哥的眼光太高 你不用太伤心 你 莎莎 你们几个还真是好姐妹 没关系 我今天心情好 不跟你们计较 可好呀 茗玉 我们朋友一场 我也很羡慕你 还有一个不离不弃的未婚夫 不过你这个未婚夫 陈锦然也太低调了 直到今天为止 都没有人知道她长什么样子 我们大家可都是很好奇呢 她今天怎么没有陪你一起来啊 她就停车了 我先上来 茗玉 几日不见 你的撒谎技术下降了 这儿的酒店 根本不需要自己停车的 不知道吗 我呢 就是喜欢她这种 凡事都要亲力亲为 一点都没有架子的样子 到现在还在装枪做事啊 你不害臊吗 难怪你哥把你轰出来了 真是越不要脸的人 越爱拿羞耻心说事 没有人 你 亲爱的 你怎么现在才来 他们几个就一直在欺负我 你的发卡拉在我这儿了 这个什么时候带不行呀 你看他着急的 你是陈景然 对啊 他就是我的未婚夫 陈景然 很帅吧 你说他是陈景然 有什么证据吗 老板 您不是说不来了吗 怎么又过来了 老板 我来替你向大家解释一下 不好意思啊各位 这位就是我的老板陈景然先生 还有他的未婚妻花明月小姐 他们今天本来有事来不了 所以让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如果各位要是不信的话 这个 是陈景然先生的邀请案 是吧老板 黄沙沙 别以为我不知道 别以为我不知道 之前那些事都是你在背后搞鬼 我花明月这个人呢 向来都是知恩图报 不过 谁要是招惹我 我也会 有仇必报 老板 我1000方的事是 我 我 你 我们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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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